男人有个特殊能力 只要穿上别人的鞋子就能变成他的样子 他可以变成头发花白的老头 也可以变成年轻的小伙 就连女装大佬也不在话下 而且不仅能变成活人的样子 就连死人也可以 男人是个修鞋匠 今天一个黑人来到鞋店 让男人帮自己修理一双皮鞋 警告他如果今天晚上拿不到鞋子 那他的店铺就不要开了 于是男人把缝纫机都踩猫烟了 还好男人想起地下室还有一台旧的缝纫机 一番操作后 男人终于在晚上之前把鞋修好了 就在他等小黑上门拿鞋时 男人忍不住穿上这双皮鞋 他竟发现自己变成了小黑的模样 男人吓得脱下脚上的皮鞋 这才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原来只要经过这台缝纫机 就能变成原本主人的样子 从此男人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店里的顾客的鞋子都被他体验了个遍 他变成中国人去广场打太极 变成黑人去林园购 还会变成富豪开着跑车兜风 直到这天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来到店里 男人变成了他的男友来到他家 男人只要穿上别人的鞋子 就能变成对方的样子 为了体验帅哥的生活 男人变成了富二代小帅的样子 只因为他有个超模女友 他连夜来到女友家里 发现女友正在洗澡 女友发现男友过来找自己 便要他帮自己搓背 可就在男人迫不及待地脱掉裤子 他突然想起来 如果自己脱掉鞋子就会变回自己 男人赶紧提起裤子转身就跑了 等他回到家 发现母亲还没有睡觉 因为母亲生病状态不太好 男人便问母亲有什么要见的人 母亲只说想见丈夫一面 男人的父亲已经失踪二十多年 于是他用缝纫机修了下父亲的鞋子 穿上鞋子后变成了父亲的样子 等他回到家后 母亲已经盛装打扮在家等待 两人享受了一顿烛光晚餐 并一起相拥着跳舞 随后他哄着母亲睡下 可等第二天男人起床时 母亲已经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随后男人为母亲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葬礼 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店铺 小黑来到店铺拿鞋子 问男人这个星期去哪里了 男人说自己为家人守丧 可小黑出言不逊侮辱了男人的母亲 男人立马也生气了 他以小黑没带跳剧为由 拒绝为小黑提供鞋子 小黑警告男人 如果明天过来拿不到鞋子 自己就叫人把电砸了 男人为了给小黑一个教训 他想起小黑说自己手表能买下他三家店 而且这样的手表有整整一盒子 于是男人偷偷跟踪小黑 发现他是个混混头子 而且到处收高利贷 他跟踪到小黑家里 趁小黑外出时溜进了对方家里 手表没找到却找到一箱子武器 反而失误将自己电晕了过去 等男人醒来已经到了晚上 就在他离开时 真正的小黑回来了 男人发现家里出现了小偷 而且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 小黑当即把男人按在墙上摩擦 可还是被他用电机棍电晕 醒来时发现男人已经变成小孩 他让小黑说出手表的位置 小黑当然选择不从 可小孩又变成了女装大佬 小黑下得赶紧说出手表的位置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原来是小黑的手下来了 他只好伪装成小黑出门 原来黑心开发商让小黑将钉子户赶走 男人当即收下了钱 可等他回到小黑家 一把手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两人当即扭打在一起 慌乱之中男人把高跟鞋 扎进了小黑的脖子 小黑当场就领了盒饭 随后男人便去警局自首 可等他们来到案发现场 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 当男人疑惑地回到店里时 他的背包和高跟鞋 竟出现在桌子上 为了不牵扯到这件事件中 男人变成女装大佬来找开发商 把收到的钱还给了他 可开发商金发姐转头就砸晕了他 原来金姐手下准备将他灭口 而且男人得知了金姐 对钉子户老头的计划 于是男人穿上死人的鞋子 吓得司机开车出了车祸 第二天金姐来到老头家 他发现原本消失的老头又出现了 于是金姐当场就苦吓老头 没想到这一幕被躲在后面的记者拍下 开发商的阴谋也瓦解了 就在男人回家时 他被小黑的仇家当成小黑抓走 突然 等男人醒来已经在自家店里 隔壁老王就吓了自己 只见他脱下自己的鞋子 原来他是失踪20年的父亲 20年来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们 随后父亲把他带到地下室 只见地下室满满的鞋子 摆放着家族几代人传下来的鞋子 而且全是世界各地的名媛 男人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也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